国道上竟然有人逆向行驶 一名71岁老先生不熟路况 从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的家道出口开进去 一路逆向钻车缝往前冲 离谱的事还开了1.4公里远 沿途更擦撞到三辆轿车 事后国道警方依法开罚至少24000元 并且掉扣牌照6个月 国道上一路往前开 没想到这时前方车辆开始纷纷往旁边闪 一辆轿车竟然在车缝中逆向求生存 真的是太夸张开在国道一路逆向 驾驶傻眼警方更傻眼 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自领口A交流道南向出口闸道逆向上国道 沿途插状三部自小客车 索性现场车辆辆较大 无人受伤 开车的是一名71岁老先生 因为不熟路况居然从国道1号 林口交流道出口闸道逆向开上来 开了1.4公里 沿途还擦撞三辆轿车 在高快速道路违规回车 倒车逆向行驶 以纳入危险驾驶之罚者 该车违规处置 本大队依法自担 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征办 根据6月底修正条例 在国道或快速公路倒车逆向行驶等行为 纳入危险驾驶处罚 罚缓最少24000元起跳 还要掉扣牌照6个月 老先生不熟路况 国道逆向求生存 吞下高额罚单 荷包失险 记者梁家伟讲目与新北采访报道 广告经历